却见到了另外一番场景 他近年新搭建的沽棚里 第一茬草菇已经开始陆续上市 布下其实是十一二天吧 那草菇的生产还是蛮快的 生产这几单速度快 整个三茬 三茬二十天左右就完成了 种在新型沽棚里 草菇的上市时间比其他工农提前了近一个月 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批发价每公斤二十块钱左右 最主要的是草菇品质有了明显的提升 由于新型沽棚的通风透光性好 棚里的草菇各大色泽好 产量也比较高 那草菇能够把投资拿回来一半 这投资回报的速度已经相当快了 这种棚种草菇产量高品质好的原因 就在于棚的设计比较合理 完全颠覆了我们这里传统沽棚的搭建方 这种棚棚是张慧东从福建固农那里学来的 床架的宽度比原来要窄一些 有利于采栈 而床架的中间也加了竹子 所以棚床上的料就不会往中间塌下 完全可以实现龟背形种植 实用菌长的也就多了 更重要的是 这种棚棚的设计实现了阁楼式 采库的人就不用采在棚床两边 也能够让实用菌多长一些 好像外观通风口 床架变动和阁楼设计之外 这种棚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实现 张慧东想要的夏季种草菇 冬季种蘑菇的想法 为了节约成本 今天这个基地种草菇的培养料 就是从江苏树仙那边买来的 杏鲍菇废料进行重新发酵 很多姑娘都知道草菇和蘑菇 其实适宜的生长环境很不一样 草菇喜欢光线足 高温高湿的环境 而蘑菇喜欢长在阴暗的地方 温度又不能太高 不同季节温度的控制是比较容易的 但同一个孤棚 怎么能实现两种通风透光条件呢 答案就在通风口上 根据食用菇对不同生长条件 特别是光线的需求 在通风口更换不同遮光板 就可以实现同一个孤棚 不同季节种不同食用菇的想法 也就满足了张慧东的愿望 种了草菇之后再种蘑菇 比别人多了一查收入 这个基地的十个新型菇棚接下来会陆续种上草菇 整个草菇的采收期会持续到十月份 这个也挺好了 就是多种一查草菇 然后到种蘑菇的时候 它基本上这个成本早就捞回了 蘑菇产业是我是农业的主要产业之一 今年来劳动力成本上涨 而蘑菇的价格变化却不大 使得菇农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怎能让蘑菇产业持续发展 这是摆在种植物面前的一档难题 改变原来的种植模式 改良棚架结构 降低劳动强度 增加机械投入 都是发展方向 张慧东搭建的这种新型菇棚啊 就比原来的菇棚改良了不少 现在已经有很多菇农 到他这里参观取经 丁湖属于长三角的中心地带 地理位置非常好 到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大市场都非常便捷 使用军类的销售都不成问题 菇农想办法要怎样增加品种和产量才是关键 张慧东新型菇棚的引进和搭建 应该能给本地的菇农提供一个新的思路